欢迎各位亦有全面进场 12月13日礼拜二的第六节 我们继续去跟进一下大陆方面的最新情况 有两个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个消息 大陆方面以审查不符合要求作为理由 无预警这样大规模禁止了台湾的水产和食品进口 台北的一家知名凤尼苏店 佳德高饼更被中方要求交出凤尼苏配方等商业机密 令到老板娘感到被刁难 索性放弃补交文件 退出大陆市场 佳德高饼作出回应 强调他们是始于台湾 深耕台湾 台湾行政院长苏正昌对佳德高饼深感佩服 第二单消息 在上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沙特阿拉伯国王薩勒曼 和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会面的时候 签署了三十多项的合作协议 规模大约是三千亿美元 但沙特方面至今始终不肯利用人民币 结算原油和天然气 首先要呼吁各位益友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看台湾的 佳德高饼 他们如何向大陆说不 实际大陆方面 要求他们提供涉及商业机密配方 但他们一口拒绝 谁不知还遭到了不少大陆网民的批评 佳德高饼创立于1975年 就是台北的知名高饼店 亦都是多次获奖 备受肯定 店里面提供了有 鳳梨酥 蛋黄酥 绿豆饼 广式月饼等多种产品 每逢更大节兴的时候 都可以见到大排长龙 更加是不少观光客 爭商购买的人气伴手礼 即是手信 只不过在今次大陆禁止进口事件里 佳德高饼被列入禁止名单上 佳德高饼发出一份声明 在Facebook上 他们说 有关于中国禁台商品的愚情 佳德高饼澄清 本店在台湾创立 一路走来 使用上等食材 把关品质 才能拥有国内外顾客的长期信任 同时也是以顾客至上为目标 每逢佳节 除了本地客喜爱 平时也不乏有全球各地的代购业者前来 佳德高饼 体谅到顾客的需求 如果需要是远消海外 在能力范围内 就会额外配合海外代购业者 顺利通关而注册 但是本店只此一家 为求品质稳定良好 仍然以在地经营为主 因此外销与否 并不影响到本店的经营方向 佳德高饼 此于台湾 也深耕台湾 做好优质高饼 以及服务顾客 才是本店的经营目标 这一篇声明可以说是摘地有声 外销与否 是并不重要的 换言之 现在他们不肯答应大陆方面所提出来的要求 不肯交出他们的鳳梨酥秘密配方 即是说他们索性是退出整个大陆市场 我说你不做你生意 在台湾继续的深耕物值 好 他们这个行为 就获得了大量的台湾网民的赞好 在Google的页面上 大量的台湾网民 是凭他们五声 有万几条的评论 不少人还赞他们 佳得的鳳梨酥超好吃 而且最欣赏你们是 赚着赚钱 就是骄傲 很多人都是赞这件事 站在那里赚钱 不要悲公安失 不要跪在那里 乞求人民币 其实对于很多香港歌声 不少香港人都是有这样的感觉 你站在那里赚钱的那些 就特别得别人的尊敬 跪在那里赚钱那些 那也赚到的 但是你交出了配方以后 就很大劲 为什么呢 你交出了配方一例 本身这个要求就是不合理的 大陆说叫你交出配方 你就交出 你不见他要求可口可乐公司交出 那就要选择人来欺负 因为你店小嘛 你只有一间店 那他的话语权就好像大声一点 他不会要求跨国企业交的 这个要求本身是不合理的 二例就是 如果你交出了这个 機密配方以后 恐慌呢 不用多久 大陆就会有些山寨的 街德高饼凤尼苏 是推出的 那他未必用你的名字 现在这间街德 街就是最佳的街 德就是道德的德 那他不用这个德 用德不德就得 或者不用这个街 用仆街的街 总之他有很多种方法 就是Tempo纸巾一样 Temco也可以 Tapco也可以 他有很多这些花款 到其时 万一真是被山寨以后 他就跟你斗平斗贱了 这些东西都已经试过很多次了 凡亲那些机密东西 传到大陆以后就被山寨 实际不单止是这些 製造出来的产品 就算生果也是这样 什么富士苹果 巨峰提子 他见你好买 卖得贵 他就又去山寨复制 只不过那些虚有其表 大家吃过那些翻版的生果 就知道了 吃下去一点都不甜 味道和口感完全 但是就这样摆出来的时候 就骗得下人 生果他也可以复制 更何况你这些什么鳳梨酥 所以呢 他们就索性退出大陆的市场 分分钟就是 塞翁失马 烟枝非福 他不要打算 如果能打进大陆的市场 就可以赚一笔 随时是得不常失的 现在不能做大陆的市场 可能还随便有精 一来就赢得了 台湾海内外民众的赞赏 不过可能大陆的人不买 但不要紧 反正你自己都说 只此一家店铺 产能也肯定有限 就算有很多人抢购 你也是生产这么多 还有就是说 尊重就很难买回来的 付钱都买不到的 是要 發自内心的一个感觉 那现在你获得了 这件事就难能可贵了 二例就是说 你保得住那个商业机密 那个凤尼苏的配方 很紧要的 那你就可以长做长有了 你不需要怕它 所以呢 这间街德饼店 高饼 就获得了很多台湾人的赞赏 那就不但只说 在那个 Google 或者是Facebook上面 打五星的 就赞他们有骨气的 而且呢 还去到他的实体店铺那树 是排长龙 那在今天上午八点半开铺之前 街德高饼呢 就门口已经是 排了长长的人龙了 那全部呢 都是慕名而去的 就因为他们 退出大陆市场 不少台湾人呢 就专程走去光顶 那其中一个 排了半个钟头队的 郑香呢 就说 对于大陆以各种的名目 限制台湾产品进口 是感到很不似 他希望用行动 来去证明给大陆看 吃不到美味的台湾鳳尼苏 是大陆人的损失 哈哈哈哈 那这个人呢 就用行动来去支持 很重要了 所以呢 这一间这样的高饼店 其实呢 就变相是 大陆帮他卖广告而已 那他迟早台湾 向国际通关以后 那肯定很多那些 食客就慕名而去的 啊 特地去帮衬 试试究竟他有多好吃呢 为什么大陆是要求 拿他的配方呢 啊 其实大陆就愚蠢的 啊 变相呢 帮别人来到去 賣广告 好了 另外呢 有不少的大陆网民啊 就在Google上面 那边呢 帮这个的 佳德凤尼苏呢 就打一声 啊 不过似乎呢 就不够力的 最多呢 就五声 最少就是一声 一声就等同于负评的了 那现在的平均分呢 就是打到四点三分的 啊 那些 一分的水军呢 就是太少人了 哈哈 不够力水啊 大哥 啊 可能回不了长评分 要去Google 啊 那么 台湾的行政院长 蘇貞昌呢 就怎么说呢 他就说 啊 谁人都知道 大陆对于 台湾的歧视性的贸易障碍 是非常之不合理的 啊 他就说 除了是会循国际的管道申诉以外 也都是会用政策 帮助业界来到去 开拓市场 减少损失 他也都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支持业者 能够呢 是一起团结对外 他另外啊 还说 对于佳德高饼是深感佩服的 啊 业者自己的配方 就不会说 因为要卖货 就任人呢 予取予予的 只是看到眼前的利益 而不顾未来长远的害处 那么 他对于佳德高饼的行动呢 是深表肯定 行政院长呢 都赞他 那么有很多 那些台湾的民众呢 去抢靠 今次呢 就真是恨死隔离了 啊 那么大陆呢 其实 在处理贸易议题方面呢 呢 似乎呢 还是以一种天朝大国来自居的 那 在这个民国以前 那些封建的朝代 尤其是说明朝清朝 就一直呢 不肯和外国贸易 因为那时候呢 啊 那些封建的皇朝就 持住 自己是能够自给自足 不需要和你做贸易的 故此呢 就当了和外国做贸易 是一种恩赐来的 啊 我想赐你而已 我是不需要和你做贸易的 现在大陆的心态是怎样呢 他就是自此 有住一个庞大的市场 有十四亿的人口 那其实十四亿的人口呢 就没用的 啊 不是说他有水份的问题 而是十四亿人口当中 有很多亿人呢 根本上就没有这个消费能力 啊 你比如说六亿人口 每个月的收入一千元人民币 那些人买什么鳳梨酥才行的啊 啊 即是吃饭也成问题 但是大陆由于他其实 都还有一个 啊 啊 旁大的中产人口 那部分呢 就是最紧要的 最关键的 那部分 支撑得起的 啊 就是对于国际那些的消费品 他就是自此住有住一大班这些的中产 啊 啊 那就 整天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 但是现在呢 对着台湾 似乎呢 没什么作用了 起码对于这间高饼店没用 其实呢 就很失威的 啊 对着一间小小的饼店 都没办法是成功施压到 啊 好了 跟着下去呢 我们就看看另一单的消息了 那在上个礼拜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跟了沙特阿拉伯国王薩达曼 和是王储兼首相 穆罕密德会面 那么就簽署了呢 啊 啊 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 同时呢 双方又签署了三十几行的合作协议 规模呢 大约就是有三千亿的美元 涉及到呢 是清建能源 运输 建筑等的方面 其中呢 就包括了 建立华为 云计算区域 和呢 要在沙特建立一家电动汽车製造厂 总之呢 大陆呢 就已经呢 在经贸方面呢 对沙特松张了 簽了好多的订单回去 啊 很明显呢 就是要向沙特示好 要在经贸方面呢 打动沙特 摆明跟你做老友的啊 过来是 那唯一想换取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用人民币结算 原油和天然气 借此呢 来到去挑战美元的地位 用大陆的术语 就是挑战美元的霸权 很多那些蓝色QL都跟着说的 在上个礼拜五 习近平呢 还出席了 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 和是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 中亚合作委员会峰会 发表了呢 这个利瓦德宣言 宣布呢 中国和海湾国家 是同意全力建构 面向新时代的中亚命运共同体 这个亚呢 就不是亚洲的亚 就是阿拉伯的亚 那么 习近平呢 还提出了 中亚双方是要务实合作 八大共同行动 包括了是基础建设 能源安全 卫生 健康等等的范畴 总之呢 是说了很多的蓝图 说了很多的方向出来 说来说去就是想用人民币结算 那么其实呢 我们早在三日之前的节目 已经呢 找了一个真正答案出来的了 就是沙特到现在这一刻为止 都未肯使用人民币去结算原油和天然气 我们是第一个说的 因为我呢 就专门走去 翻查了阿拉伯媒体的报导 事实上就是没有提过这些东西的 纯粹就是习近平自己单方面说要 开展人民币结算而已 那么我们三日之前已经是说了出来的了 那么现在这几日的报导 无陆续呢 也都是引证了 我们当日所找出来的答案是正确的 沙特到现在都未肯的 只不过呢 就借着 放这些风声出来呢 向美国扭计的而已 我们 一早都判断了的 没错的 这件事 最紧要我们就是科学求真 我们要寻找个真相 不要那些华文媒体报什么 我们就信什么 要看看到底另一方究竟是怎么说 你说想用人民币结算而已 你走了很久了 原来人家是没有答应过这件事的 就算当日路透社的报导都说 沙特方面就说现在不是时候 那什么时候是呢 没人知道的 签了三千亿美元订单 也不是时候的 你想想 究竟人家会不会冒着 跟美元脱欧的风险 跟你用人民币结算才行的 很大势的 就算会有这个机会 都只是极小的份额 不方会多的 他拿着这么多人民币回去做什么呢 除了买你中国制造的消费品以外 他基本上是没有用的 更何况这些有钱国家 他用不需要买这么多中国制造的商品 你猜那真的很耐用吗 又不是优质过人 你真是贪便宜的 人家这么有钱 都不需要特定去买你的东西 因为你那些人民币就只能够买回中国制造的货品 你在国际上又不通行 又不可以拿着人民币去另一个国家投资 所以呢 所以城市的机会 我们一早就判断了是极微的 即是往后也是极微的 因为人家是要冒着得罪 美国老大哥的风险 来跟你合作的 好了 那么 至于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 夏明就指出 大陆政府不仅认为有空间可以进入中东 他也认为有必要进入中东 最重要的是中国政府的地缘政治安全和能源安全 而沙特阿拉伯目前在中东地区里面有红芯 继续坐大 从而摆脱美国的限制 中国要稳定自身的外部环境 邀请沙特加入上峡组织 就是其中一个重要一步 中国也是需要沙特的能源供应 并且很渴望用人民币结算 不过中国这次完全达不到目的 沙特方面就会和中国继续进行能源方面的合作 但是就没有放弃过以美元结算这个根本的办法 至于中国也是积极拉拢沙特等的阿拉伯国家 在人权问题上寻求支持 从而就和西方民主国家阵营对抗 尤其就是要利用沙特对于聖城麦加和麦迪纳的掌握 现在就影响了整个的穆斯林世界 那也是比较难的了 现在他们肯埋桌聊天 就因为搞所谓的大撒币 你给这么多千亿过去 谁都和他们聊 没有说阿拉伯国家 你无厉害地说要跟拜登说 中国无条件跟你签三千亿美元订单 其实也肯的 老实说当年特朗普总统 又去实施对华的惩罚性关税 又要推动中美贸易协议 无非要你中国多签订单 填补贸易逆差 你就是不肯的 谁不知你去沙特签三千亿美元 结果就是 别人都不受你的打动 我又不可以说这三千亿全部打水漂 因为这三千亿真的可以买货 哪怕是买能源也好 买其他什么东西的产品也好 别人都是有生产的 你就是送钱给别人的 不是完全送钱的 有东西可以买回去拿手 有实物的 但是 有没有必要 就是另一个议题 就是后话 所以整体来说 这次中国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合作 貌似很成功 似乎打开了一个新的渠道 但是如果看实际的话 中国最想要的那样东西 偏偏就是要不了 但是人的心态就是这样 你越想要的人 你一定是越吊你人的 一定是继续扔你鸡的 这么容易被你落那叠 就不值钱了 其实多多少少 就和追女仔的心态都是差不多 没有这么快被你埋牙的 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